開始了齁 這一台是VH集團裡面的Sicoda Fabia 那Fabia的話我們其實有安裝過很多台 而且如果沒計算它幾年前 那個南區的車友還幫我們辦了小團購 也因此認識了一些到現在持續都還在販售的永逸輪胎 就是變成我們的一個經銷的據點 那今天的這一部車 車友要安裝的版本比較特別是競技版本 其實它之前的話安裝大部分的都是道路版本 因為畢竟是小車 但是車友的話比較稍微熱血一點點 所以今天選擇的是競技的版本 那這一台小車它是歐系小車 可是它的主名它的底盤設定 我自己的我自己覺得 就跟一般的日系小車一樣很舒適 那如果要做比較激烈操控的時候 可能不太夠 那我舉一個最特別的例子就是 這個的後鼠泥 其實也不見得是日系車就會做得那麼的舒適 像大概幾年前 類似拖一臂底盤的Honda Type-R FN2 它的後鼠泥就不可能會那麼軟 那個性能車款 所以這台車它是小車又是拖一臂 可是它不是掛在進程車 所以它的主名就會做得比較舒適一點點 像這個主名 跟一般的日系車超像的 很軟很舒適 可是要操控的話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辦法兼顧到 所以今天要亂裝的版本 進氣板的話 前方的彈簧會變6公斤 後方的彈簧一樣是維持3公斤 可是主名子的話 有特別加重一些 那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這裡本來還有一個上座 在上座的部分 是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沿用原廠上座 然後這裡是後方的彈簧 這個是後方的上部的橡皮 下方的話 這一個小車 它並沒有橡皮 它有一個類似鐵環、鐵片之類的 做固定而已 所以上方的橡皮 是不需要沿用的 這個不需要沿用 上方的話 變成是KT 有一個可以調整的 開到去的機構 可以坐在上面 那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我們再來試一下 它的前面的阻尼 一樣是做得很舒適 這個是前面的 就是麥花城的懸吊 這一樣做得很軟 光這樣就可以下壓了 所以它的阻尼是做得很舒適的 那它上座的上座為什麼不見了 因為上座的話 它本來這款小車 跟Polo 或者是Lupo 或者是日系車的FIT 還有之前前幾天有直播的KICK Nissan的KICK 都是一樣它的上座 都是一個橡皮 然後加一個紙推軸層而已 並沒有上座的設計 所以這個本來是上方原廠 有一個彈簧的下脫蓋 這個下脫蓋的話 是不需要沿用原廠 我們的話有附一個轉接座 轉接座之後 再來和它那個紙推軸層 這個是前面的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不用用 那這台車的調整阻尼 不是在行李箱裡面 調整阻尼是在後面的上座下方 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後面的上座 在上座下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這個是我們所附的專用的防塵套 它的密合度很好 這樣就可以蓋住了 這個是後面的調整機構 Hilo Key 坐在這個地方 後面的彈簧是坐3公斤 只有3公斤而已 這台車是1.0升 1000cc的三缸渦輪 跟之前介紹的1.2升的是不太一樣 那因為這款車是最新款的 是2020年 好像上個月才敲車 所以全部都好像是新車一樣 也不是好像 根本就是新車 然後前面的話 它底盤並沒有改款 這個離載串要沿用 不對 離載串的話KT有附一個比較短的離載串 那這個彈簧 進氣版的 一般道路版本是配5公斤 進氣版的話是配6公斤的規格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這些扣具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這個底盤都跟前一代 就跟1.2都是一樣的 那上座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擋水盤 擋水盤的下方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所以這個飾條的話需要拉開 才能夠看得到這個上座 那從這個地方也可以調整軟硬度 所以一般我都會建議 因為這裡是鏤空的 有可能下雨的時候 水會從這個地方往下 或者是洗車的時候會往下流 那建議在這個地方安裝的時候 我們把它塗一點防鏽的油脂 或者是說大概3到6個月 就把它上面做一下防鏽 因為它類似一個杯狀的上座墊片結構 那邊的話會積水 所以原廠的話也是一樣會積水 所以就把這個地方要做好防鏽 那這顆引擎 就是三缸1.0升的 17C的三缸渦輪引擎 是新款的 配上的應該是DQ200 就七速乾式的變速箱 車頭的也有一些小改款 變成是LED的大燈 不太一樣 那這台車的車主 花了大概七萬塊左右 做了貼模 所以這個是有貼還蠻高檔的透明模 透明模的話是有一個保護效果 它能夠防止車漆變黃 然後如果有輕微刮傷的話 也還有辦法做一個修復功能 但透明的話 其實如果沒有仔細看也看不太出來 但最主要的功能 不是跟一般有色的貼模是不同 它是為了要保護它原廠的車漆 連大燈都有貼 從這個用拍攝的可能看不太出來 可是連大燈都有貼 還有裝了前下巴 這段影片因為經理還有把它錄影起來 有可能會在YouTube上面看到 那如果是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話 可能就沒有看過經理之前介紹過的其他影片 所以我一樣會在這個地方 來介紹一下KT的用料 像是KT所使用的主名有 我們使用的是義大利進口IP的主名有 那在攸關到避震器的壽命部分 最重要的零件之一就是油風 油風的話使用的是日本最大的廠牌 NOK的油風 所以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在台灣本島 我們這邊那個銷售的一個通路 北道基隆 中序的話有飛魚底盤寄演 南部的話有很多的店家 有實車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來比較看看 尤其是我們氣壓 最近也陸續在鋪貨當中 所以如果車友有想要試乘氣壓的話 也有越來越多的車款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針對剛剛的直播介紹還有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